蛤 我完全沒有搞懂到底在幹嘛 請轉身 等一下 我那個 我是無名指跟中指 好難喔 你們的遊戲 不是 你要防守 好難喔 你要防守 我知道是誰 笨蛋 還是我們來玩猜拳的遊戲 對 雅雅才說這件很刺激的遊戲 歡迎來到玩很大Online 每次都請這種厲害的人來這種線上Online 看不到大家 就是要邀一些比較特別的人 然後一起來跟我們Online玩遊戲 歡迎曹佑寧 最近全明星運動會 停錄之後 都在家裡幹嘛 都在家 睡覺 那不然就是可能在家 居家訓練 跟隊友們一起 因為我們還是要活動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開玩 我們已經各種線上課程 教舞啊 英文啊 然後 就是練琴這樣 我覺得我超費的 我沒有想到我現在上課 我有運動 我有運動 一個禮拜一次的運動 因為之前真的太費了 大概快三個月沒有運動 為什麼說音有那種家徒四壁的感覺 因為我這邊 我這個空間很空 所以就是很多回音 聽你這樣講 我都覺得好自卑喔 我這一兩個月超費的 現在在線上看到你們都覺得 你們真的好像明星喔 因為我這樣看起來 我好像被看得像大叔了 我好像活在那個荒島 然後鬍子就越長越長這樣 在求生的感覺 OK 因為大家疫情期間都在家裡 然後想說 來跟大家玩幾個小遊戲 你們只要冠軍的話 就可以獲得獎勵 等一下 現在變成要抽 要憑運氣喔 憑運氣的原因是因為前兩次 都被林博生拿走了那個獎勵 太扯了 哇 太扯了 上次我獲得的獎勵就是 獲得那個 綜藝萬大百萬粉絲團的 宣傳PO文一則 很棒耶 是投獎 蠻好的 兩天 很舊野人火鍋的PO文 好 第一關是 找霧金頭腦 等一下呢 會給你們十秒鐘的時間 記憶圖片 記完圖片之後 我會跟你講指令 我講完之後 我說開始 你們就可以衝出去 把你家裡的 這個顏色的東西 拿回來 如果家裡沒有那個東西怎麼辦 因為 看起來陳語心很害怕 因為他有可能在工廠裡面 所以他 現在呈現的是一個 不在自己的家裡 是在一個工廠 好不好 所以他身邊 你叫他哪個訂書機 他都沒有 他可能有 這家屬四幣喔 家屬四幣 找霧金頭腦第一題 請看 蛤 顏色也要記嗎 不用記顏色 我記物品 但我等一下會念顏色而已 不會念物品 還不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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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顏色要記喔 因為我會講 3 2 1 請聽指令 嘴咬粉紅色 綠色綁在右手臂 左手無名指和小指夾黑色 黑色上面套黃色 白色左右夾腋下 請出發 請出發 黑色 黑色 這太難了吧 黑色 無名指 中指 黑色 背對喔 幫我背對喔 背對喔 背對我都好了再轉過來 請轉身 好 第一個 嘴咬粉紅色 粉紅色 粉紅色是 鴨蛇帽 鴨蛇帽 好 恭喜 雨昕跟 HIT得1分 HIT得1分 第二個是 綠色綁在右手臂 綠色是 毛巾 毛巾要綁在 右手臂 我的天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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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無名指和小指夾黑色 黑色 黑色是牙刷 無名指跟小指 曹佑寧夾錯 然後 然後 你搭腿 你搭腿 白紙沒什麼 再來 黑色上面套黃色 黃色是口罩 白色左右夾腋下 白色是拖鞋 拖鞋 夾腋下 各一支夾腋下 我完全沒有搞懂 到底在幹嘛 等一下 而且還找到粉紅色的口罩 真的耶 可是我們是 也跟 東西沒關 就是它講什麼顏色 只是要拿個什麼顏色的物品 去做什麼事情 所以 瑤瑤懂我們遊戲規則了嗎 我現在應該知道了 我跟你講 我剛剛一度本來要作弊 但是我想說 算了 對手太弱了 好 請看 最後五秒 看太久了啦 3 2 1 時間到 請聽第二題 藍色戴頭上 督嘴用眼中夾住紅色 將黑色放進衣服裡 金色夾在右耳上當裝飾 最後雙手抱著綠色 請出發 0 4 2 4 3 1 4 4 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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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等等太難了啦 帶她們去 欸這真的太難了啦 夾不住啦 右耳上 在頭上 在頭上 什麼在 在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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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啦 曹宥寧先生你是去隔壁的老王借東西嗎 我真的還想不起來 好 請轉身 受好東西轉身 等一下 我真的不知道在這種裡面 好 來 仔細聽第一個 藍色在頭上 藍色是平底鍋 平底鍋OK 你就得分 可以可以 鍋子就可以 來 督嘴用人中夾住紅色 紅色是 哇 你們好辛苦喔 恭喜除了曹宥寧之外其他三位都得分 金色夾在右耳上當裝飾 金色是湯匙 OK 四個都得分 湯匙你看 再來 黑色枕頭放在衣服裡 我要放在衣服裡喔 包不進去 對 他放不進去 欸 你站起來我看 等一下包不進去 太短 李誠實說你是要放在衣服裡嗎 OK 好 算你 我要給你過 雙手抱著綠色 綠色是垃圾桶 他這個這種放頭上耶 林柏昇得分 林柏昇得分 欸 不行啦 我太強了 我下一把我先退出 曹宥你面有難色耶 完了完了 像這種東西考運動 我的語言實在是太吃力了耶 請看第三題 蛤 都給我看 最後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時間到 頭夾藍色 靠右邊肩膀 靠右邊肩膀 靠著右邊肩膀 右手提粉紅色 粉紅色裡面放橘色 紫色掛在左肩肩膀 最後大腿夾綠色 小火 六 一起來 口福 紫色放紫色 乳七 比較黏 最最好 五 三 零 漫數 八 九 九 八 九 五 啊 啊 呵呵呵呵呵呵呵 啊 嗯 啊 嗯 嗯 啊 風上 意積 袋子 袋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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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重喔 快點啦 好了 好 那不然我要轉過身來 慢慢轉過來 第一個頭夾 藍色靠右邊肩膀 藍色是衛生紙 藍色是衛生紙 再來 右手提粉紅色 粉紅色是紙袋 紙袋有嗎 右手 紙袋 OK 是右手喔 所以曹佑寧沒有分數其他都得分 粉紅色裡面放橘色 橘色是球 沒有球 球 曹佑寧你沒有球嗎 沒有球 紫色掛在左邊肩膀 紫色是指耳機 左邊肩膀 這樣算嗎 我這樣算 好了 搖搖沒得分 可以 那個可以 滑機就可以 最後大腿夾綠色 這我錯 欸 你們都是演員耶 平常不是都會配台詞 我想說 好 這個你們應該會很厲害 第一回合的分數 曹佑寧跟瑤瑤 六分 十三分的是 KID跟 兩個同分 同分 第一回合結束 我們來玩一個簡單的好了 好難喔 你們的遊戲真的好難喔 而且重點是 玩這個遊戲 難就算了 還會破壞家裡的總結 他現在變超亂的 重點是怎樣 我給你看一下我的桌子現在變這樣 第二回合是 握底躲貓貓 等一下我會分別各給一個 詞 其中有一個人的詞是跟其他三位不同 喔 不說握底遊戲就對了 對對對 握底遊戲 幾回合要猜出來 三回合以內要猜出來 請四位都轉身 KID請轉身 曹佑寧請轉身 OK 好 剪刀石頭布 決定順序之後 然後看誰先發言 描述你看到的 我看到的是 他可以吃熱熱的 第二位 KID 是 台灣很 台灣人很喜歡吃的東西 好 曹佑寧 他是不管年齡大或小 都喜歡吃的一種食物 好 好 陳雨昕 換你發言 通常 有一些連鎖店會賣他 好 第一回合結束 覺得是 瑤瑤是臥底的 請舉手 他會覺得我是臥底 他會覺得我是臥底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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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要自己決自己是臥底 這是什麼玩法 可以嗎 不是因為我聽起來跟你們好像都不一樣啊 所以 瑤瑤 淘汰 他不是臥底 他不是臥底 是由你所看到的 應該說 他裡面有時候是有肉的 有時候是沒有肉的 好 他這個食物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 他這個食物裡面的肉 有時候是瘦的 有時候是肥的臭 請把你覺得是臥底的寫下來 覺得誰是臥底 請問臥底是誰 請跳 所以進行第三回合 最後一回合 如果臥底成功的脫逃的話 臥底就得分 KID 發炎 好 我跟你講 他裡面有菜 他裡面有菜也有醬 好 他裡面有時候會有兩種菜 你看 第三回合結束 請寫下你覺得誰是臥底 好難喔 難喔 語心好嗎 好 等一下喔 請揭曉誰是臥底 嚇到 曹佑玲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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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頭到尾都知道是曹佑玲 我是被最後 陳語心講說他有兩種菜 嚇到 他有時候會多一個酸菜 然後還會有香菜 酸菜 對對對 我忘記有酸菜 曹佑玲你什麼時候發現你是臥底 還是你也不知道你是臥底 就是 好像說那個 有高也有低的時候 好像KID哥就好像有點知道我是臥底 有點開心 好 我認真玩 我認真玩 進行第二回合 一腰菜拳 剪刀石 枝桃 草佑玲請發言 他可以用很多種包裝形式 做它 做成商品 他有不同的度數 他適合冰的喝 哈哈哈哈 我知道是誰啊 我知道是誰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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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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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種飲品 第一回合結束 請寫下你覺得誰是臥底 好了 好了 好 請揭曉 我跟你講我是好人啦 差不多你 蛤 不是 第二道題的第二回合 瑤瑤 他是 台灣附近小島盛產的 商品 發言結束 雨嬉請發言 他還做成很多口味 好 他就是一個 可以喝很多 莫名 的 酒 好 一種酒類商品 請寫下 誰是臥底 這太明顯了 請公佈答案 恭喜 KID 雨嬉獲勝 恭喜 KID 雨嬉獲勝 你是飄良酒對不對 不是你要防 你要防守 你要防守 有點傻眼 這一集會選出 這一份的 那個隊友嗎 不要恭喜來賓 開門 四位請轉身 光不敢來 來唱節目 因為你一直攻擊 我沒攻擊他 我沒 你不要害我 我沒攻擊他 我不是攻擊他 觀眾很喜歡看他的這個 X 不是 可愛的模樣 可愛的模樣 單純 單純 KID 請轉身 嗯 打 欸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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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麼了 他是 到處都可以買得到的 最近很常看到 他用來組的 某些在 空氣中的東西 每天出門都要帶的 請寫下 誰是臥底 沒有答案就打叉這樣 好了嗎 誰是臥底 叉叉什麼意思 沒有過半數 所以第一回合沒有人淘汰 那你們也太有默契了 三個都打叉叉欸 又真的覺得 都蠻合理的啊 這個東西是 可以帶在身上的 這個東西 現在非常重要 這東西 它一定要遮住 嘴巴 鼻子 等器官 這個東西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顏色 第三題第二回合 請選出誰是臥底 誰是臥底 誰是臥底 曹佑寧淘汰 曹佑寧淘汰 曹佑寧不是臥底 好可怕 什麼啦 進行第三回合 陳語希 請發言 這個東西 最近一定要帶 醫護人員更少 這個東西 它遮住口 口臂 然後它還有線 要拉住耳朵 然後它整個就是要 這個東西 有出現 這個東西有出現在 我們剛剛玩遊戲 要拿出來的東西裡面 這個東西有出現在我們剛剛玩遊戲 小潮你有答案嗎 我好像有耶 好好 那你先寫下來 請揭曉答案 曹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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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們這個題目已經太死了 一定是很像的東西 恭喜臥底獲勝 臥底是 臥佛生 曹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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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毒面具 防毒面具 我這直接就知道你們在口罩了 因為我很確定我跟曹佑一定是對 就是一定是一樣的 對 所以我就是直接要講一個更清楚的 讓他們覺得我就是口罩 要搖搖眉頭跳 沒有因為我覺得KID很故意講 然後可是語氣的又很不清楚 所以我就不知道該選誰 你怎麼覺得我不是真實的 要把這件事情告訴你們 因為你剛剛的表情看起來就是想要捕爛我們 遮住 嘴巴 鼻子 什麼啦 他整個就是要把你包起來 我怎麼講的就是這麼明顯 那你剛好不投卡 可是因為語氣講很不清楚 我就不知道該投誰啊 在那個 鄉民的那個 上面 你又被多畫了一條 被畫了一條 還有我們進行第四龍 我是不是都沒有贏過啊 好 來KID請轉身 我第一個好了 我這樣我第一個好了 好那你其他三個你們這一圈 剪刀石頭 好 好 我最後 瑤瑤鞋 我鞋 我鞋 對 你鞋 你鞋 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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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說怎麼來玩猜拳的遊戲 我跟瑤瑤 我跟瑤瑤還說是一件很刺激的遊戲喔 因為大家 沒有辦法馬上分辨什麼是出什麼事情 來我們進行第四集的第一回合 好我先教大家怎麼玩第一關好了 因為第一關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我 它是一種物品 就這樣 句話 句話你想要怎麼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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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擋草 我要擋風啊 是個物品 陳雨昕請發言 它是一種物品 通常使用完會蠻放鬆蠻舒服的 它很 很貴 小草請發言 它在 它在 座外可以看得到 小草請拿來放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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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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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太明顯了吧 誰是臥底 我真的不知道是誰 我讓他玩久一點啦 我真的不知道是誰 第一回合投票失敗 不要走出臥底 請進行第二回合的發言 我個人是比較少在戶外看到這個東西啦 這個東西 通常會有不同品牌 可是他在戶外有投幣式的耶 可是他在戶外有投幣式的耶 小超緊張的 他也講得沒錯啊 很好啊 那個東西他會伸縮 伸縮 對然後他可以大力小力 請寫下誰是臥底 今天有四個遊戲 我要第二個我已經崩潰了 請揭曉 恭喜 小潮淘汰 小潮是臥底 KIDA你幹嘛寫自己 我覺得小潮讓你們玩啊 我現在快速差距那麼大 我怎麼 小潮的答案是 小潮淘汰 你為什麼可以伸縮 按摩也不是可以伸縮嗎 所以伸直 對 JYKID又獲得三分領先 你這很弱耶 怎麼辦 小潮淘汰 那是我 我智不在此 我看得很厲害 這不是 這不是這問題吧 我有我的強項 只是你們還沒挖掘到而已 快點 我想贏 欸又來了 我想贏 屁啊你們全部一起笑 什麼意思啊 這也太難了吧 快了我放棄了 好累喔 他每一車都進耶 沒 我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那個 我們上面有跳忘記歌名的 對啊 忘記歌名 小潮你旁邊是不是有人打怕 我覺得他旁邊有人幫他 你沒那麼聰明 你沒那麼聰明